今天教给大家大陆客户购买比特币最安全最快捷的方法 今天的视频如果你是新手朋友一定也一定要刺激看完 因为在币圈有非常多的骗子骗局呢也是非常多 新手朋友一定要注意 本期视频会教给你如何识别交易所里面的骗子 如何安全的买币卖币一个完整的流程 所以如果你是新手今天的视频千万不要错过 我会从这五个步骤从最开始到一个实战演示过程 挨个的给大家讲一下 好我们先去第一个注册一个OE OKX交易所的账号 我们如果想去购买比特币这些虚拟货币 必须要有一个交易所的账号才可以 在我们国内有三大交易所分别是OE然后币安还有火币 选择OE的原因呢 它是在国内叫OE在国外的话叫OKX 选择这个交易所的原因呢 是这个交易所的话大陆用户可以注册 币安火币不接受我们大陆客户 第二个原因呢 是它的手续费相比于其他的两个要便宜了很多 它的注册链接我会放在视频的下方 您可以以用我的链接去注册 用我链接去注册的话 谁有好处的是什么好处呢 首先这边你可以获得价值20元的比特币和10美金的返佣卡 其次呢 这边会有一个最大的优惠 可以把你的手续费终身减免20% 我说的是终身减免20% 也就是打吧者非常非常的划算 好 我们复制一下这个链接到刘万系里面 然后打开 打开之后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这边会有一个选择国家 你这边根据你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一下就可以了 我自己的话选择是中国 然后点击这边点击下一步 然后点击确认就行了 然后我们填上我们手机号 填上我们的邮箱 就可以来注册成功了 注册成功之后 大家可以先登舞一下 看一下能不能正常登舞 好 如果正常登舞是没有问题 我们就进行下一步 下一步呢 就是安装交易所的手机端 交易所的话 先来给大家说一下 为什么要安装他的手机端 大家可以看到 在电脑上面有非常非常多 乱七八糟的这种东西 我们牵手朋友根本看不懂 也看不明白 但是在手机上面 没有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操合起来呢 也是很方便 好 我们来看一下手机 如何下载安装 我们先来说一下安卓 安卓手机的话比较简单 大家可以把鼠标放到这边 这边有一个向下的小箭头 然后在这边有一个二维码 大家可以用我们的QQ 或者是微信 扫对二维码 然后下载 如果提示被拦截 被封控 这个时候呢 可能是被人恶意举报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选择用别的 比如我这边有一个360的 一个浏览器 或者是其他的 基本浏览器的话 都是带这个功能的 就是这边有一个扫一扫的功能 也可以直接点这个扫一扫 然后直接扫这个 也是可以的 或者是呢 大家都是有支付宝 你也可以这边点击一下 你的支付宝 然后支付宝这边 有一个扫一扫的功能 也是可以用的 其实还有一个最简单的 就是你这边 在这个电脑上面 先登录一下你的QQ号 然后这边点击更多客户端 回来了一个这样的页面 然后你选择下载它的APP 然后选择安卓 把这个APP下载到这个电脑上面 然后电脑登录QQ号 直接拖拽进去安装就可以了 安卓手机 其实非常简单 就今天 男的主要是苹果手机 因为苹果手机的话 你需要海外的ID 才能下载它的APP 也就是苹果的商店账号的ID 有一些特殊的大陆的原因 你不能直接用大陆的ID 来下载它的APP 然后必须要用海外的才行 是哪一个呢 给大家看一下 在这边有一个APP store 苹果应用商店 然后这边右上角这边的账号 不能是大陆的 必须是海外的 然后这个账号是在哪里弄呢 大家去一下谷歌 记得一定要去谷歌 你去百度的话搜不到 然后搜索一下海外 苹果ID购买 或者是美区ID购买 然后这些关键词都可以 价格呢也是很便宜 几块钱一个吧 五块钱 这个是 反正都是挺便宜的 大家到时候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十几块银 大家随意便的找一个太多了 哪一个便宜买哪个就可以了 然后当我们买完之后呢 拉到最下面 这边会有一个退出登录 退出我们自己的这个大陆的ID 然后登录上 我们刚才这边有一个登录按钮 登录上我们自己的这个买的就行了 然后点击这边的搜索 搜索一下OKX 然后第一个 这边可能是其他网站的广告 我们不要管 这边写的广告两个字 然后这边有一个黑底 五个白色的方格 这边我有一个下载 大家直接下载就可以了 我这边呢 已经提前下载过了 是没有问题的 好 我们继续下一个 交易所的APP安全设置 我们前面都是在交易所里面 所以安全问题 一定要设置好 我们来看一下如何设置 首先先登录一下 我们自己的APP 我这边已经登录过了 是没有问题的 好 已经登录上来的 这是我安卓版本 然后我们点击这边左上角 首先呢 我们先认证一下我们的账号 点击这边 这边点击一下 然后这边有一个身份认证 我们认证一下就行了 每一个交易所都是需要认证的 然后安全问题 大家不要担心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这个是全球数一数二的交易所 然后有一个安全设置 我们点击安全中心 然后像这些东西 大家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登录密码手机像这种东西 偏好设置 这边默认就行了 好基本的设置完成之后 我们要进行下一个 就是绑定一下我们的银行卡 因为我们赚钱了 我们需要提现 我们买币 我们需要付款 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 把我们的银行卡保定上 然后点击这边 选择CRC交易 选择这边有一个我的 然后这边有一个收款上户管理 然后点击立即添加 就行了 添加上自己的银行卡号 这边有一个地方 要跟大家说一下 它这边会有三个微信 支付宝银行卡 大家一定要选择银行卡这些 像支付宝微信就不要添加了 因为银行卡的话 不容易被冻结 微信支付宝容易被冻结 好 我们接着来进行下一个基本的设置都完成了 第四个就是什么是USDT 如何购买USDT 先来给大家说一下 USDT它的中文叫做泰达币 USDT是和美元挂钩是相等的 一美元呢 就是一个USDT 一个USDT就是一美元 在世界上通用的货币是美元 但是在虚拟货币交易市场通用的货币呢 就是这个USDT太达币 一般我们都是喊它叫USDT 简单来说 我们想去购买一些虚拟货币 像比特币 购购购币 以太坊之类的 只能用USDT去购买 目前世界上任何国家的货币 无论你是美元 英镑 人民币 都是不能直接购买这些虚拟货币的 必须通过一个中间转换的货币 这货币呢 就是USDT 出牌了 只要你想购买虚拟货币 你必须先去购买USDT 才能购买这些虚拟货币呢 举一个简单例子 我这边我有美元 我有英镑 我有人民币 我有欧元 我想直接买这些虚拟货币 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你必须拿着你的人民币 先去购买这个USDT 然后用USDT 才能购买这些虚拟货币的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如何 去购买这个USDT 回到我们的首页 然后我这边是在苹果上面 给大家来操作一下 登午上来之后 点击左上角 左上角这边有这个按钮 点击这个左上角 然后在这边有一个资产管理 资产管理里面有个CRC交易 大家一定要记得 我给大家先来看一下 这边有三个东西 第一个是CRC CRC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这边可以自由的筛选上架 你想买谁的核桃网一样 你自己去筛选一下 这个会计交易是什么意思 就是系统自动的随机的给你匹配 有可能会匹配到骗子 这个大众交易大家用到 所以不要用 然后这个会计交易容易匹配到骗子 所以呢我们直接选择这个CRC 选择这边的购买 然后这边选择CNY就行了 然后金额 买两万块钱的吧 然后支付方式 我们选择一下银行卡 选择确定 好 然后这边今天的重点就来了 刚才给大家说的 就是 识别交易所里面的骗子 好 然后呢我们如何去筛选呢 大家要看到这边 有它的这个成交量 还有成交率 大家一定要选择这个高一点的 然后这边有一个4000多的 有一个1万的我们选择这个1万的 1万多的 然后再看哪里呢 就看它这边成为商家的时间 最好是一年以上 然后呃刚才给大家说的这个成交单数 还有这个成交率 这两个东西 就是一 二 然后这是三 这三个东西一定要 这一年以上 这越多越好 这是越高越好 像这个稳稳妥妥 像这个商家就没问题 然后呢我们点击这边的委托单 选择USDG 然后再选择这边的购买就可以了 然后它这边需要验证一下资金 我来这边呢给大家来说一下 我们点击这边的去下单 比如说 我买2万 然后选择零手机费购买就可以了 我这边呢就不买了 先来给大家以接触形式来说一下 来选择CRC 然后输入要购买金额支付方式 然后点击购买 然后选择这个时间 然后单数 总成交率 一年以上就行 然后选择委收单 选择购买 输入购买金额 点击零数预费 然后点击付款相停 这个卖家会给我们发来一个消息 这个时候呢 他可能会看一下我们近期的流水明细 因为他是担心 我们的钱是来路不干净的脏钱 然后怕我们洗钱 或者是跑分赌博之类的 然后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 找到我们银行卡 点击我的 然后点击名细 帮我们近期 像我这种流水明细 给他看一下 如果他感觉我们的流水没有问题 他这边就会把他的 这个他的姓名卡号 开户银行发给我们 假设这边通过了之后 我要买一万块钱了 然后我给这个6228这个建设银行 我就给他打过去一万块钱 千万不要还没打呢 就给人家点击这个卧益支付 钱打完之后再点击卧益支付就可以了 支付的时候呢 也不要乱写什么 买比特币理财之类的 不要乱写这种东西 直接钱转过去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的话 大家不用担心 这个商家都是实名认证 而且和淘宝一样 都有保证金的 绝对会发货的 是会到账的 这个是完完全全 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呢 我这边为了做视频的演示 我是提前给大家准备了100个 USDT 好 然后我们点击 这边的资产 里面有100个 然后大家看到了没有 这边有两个 一个爱资金账户 里面有100个USDT 然后这个交易账户 没有钱 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给大家来简单的解释一下 大家要看好我的钱 是在资金账户里面100个 这个资金账户 只是说明我们的账户里面 有USDT 但是不能去交易 交易账户 这边有交易两个字 共鸣诗词译 是交易使用的 钱放在里面 我该用了交易 所以呢 我们要把我们资金账户里面的钱 放到这个交易账户 也就是这个资金 放到这个交易 那如何去操作呢 点击这边的滑转 从资金放到这个交易 对吧 刚才给大家说了 从资金放到这个交易 从资金到交易账户 然后选择USDT 选择随大 选择确定 没问题了 看见没有 钱去这个交易账户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去交易了 点击这边的交易 这里就是我们 这个交易的页面 好 我们来给大家说一下 这里是我是买入 这边是卖出 然后这里是我的当前要买的币 这个是ETS 是我要买的币 然后这个3419 是当前这个ETS 这个价格 那如果我想买别的呢 我想买比特币 非常简单 在这边呢 给大家介绍一个网站 叫做非消耗 大家可以去谷歌 一定要去谷歌 在百度的话 你是搜索不到了 谷歌 搜索一下非消耗 然后第一个网站 然后点击进来 假设我们想买比特币 你不能输入中文比特币 你必须输入BTC 你想买这个瑞波币 你需要输入XRP 好 我们现在买比特币 点击这个ETH 这里 然后我们输入 ETS 点击确定 然后这边有个BB 我们点击 大家看到了没有 这边变成比特币了 然后这边变成6万亿了 我们想去买哥果币 我们看一下这边有个哥果币 我们输入DOT 然后选择BB 它就没有变成0.12了 好 那我们继续 我们选择ETH 想办以太坊 点击这边 然后呢这边 我们选择一下买入 然后这边市价委托 我们把它改一下 刚才是限价委托 我们需要把它改成 这边的市价委托 因为市价委托的话 成交速度比较快 然后我们拉满 拉满之后 这边可用100个USD 可以买0.02个以太坊 我们点击买入 就行了 好 我们现在买入的价格 我们来看一下 假设现在买入的价格是 3419USD 好 那我过两天 可能这以太坊涨了 我们想卖出 如何卖呢 点击这边的卖出 点击市价委托 给它拉满 点击卖出就行了 假设现在以太坊涨了 3519USD 好 我们点击卖出 然后再点击拉满 卖出就行了 这样的话是不是3419买 3519卖 我们是不是盈利了 一百个USD 好 那我们这时候想换成钱 如何换呢 大家看我的操作 刚才 我们买币的时候 是从资金账户 放到这个交易账户 对吧 资金账户 放到交易账户 那时这时候我们想去卖币了 我们就需要来一个反向的操作 我们需要从交易账户 把它的钱放回去 就是从这个交易账户 放到这个资金账户里面 如何放呢 点击这边的滑转 交易放到这个资金 好 我们换一下 交易放到资金 选择USDT 选择追加 点击却链 好 谈到没有钱回来了 这个时候我们选择交易 然后选择 这边的OE 然后回到这里 继续点这个 然后选择CRC交易 这个时候 孩子选择CRC 这个时候选择出售了 然后我们和刚才一样 选择这老商家 这边有个9万多的 我们就看一下 他就可以 22年的老店铺 然后9万多的 99.96 非常好 点击这边的委托 然后选择这边的出售 点击最大 好 选择这边的最大 然后我们选择零手余费 出售USDT 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 我们是不是完成了一个 3419买3519卖 然后盈利了之后 把这100个换成人民币的一个全过程 当我们这边点击零手余费出售之后 卖家就会把我给我们银行卡里面 转过来 731人民币 这样的话 是不是一个流程就跑通了呢 这不就很简单 好 感谢大家的观看 有所问题 可以在视频下方给我留言 Tointhorner可以实现自监督学习 也就是说 它可以解除人工标记需求 它是2017年提出的 类似于Bolt GPT都是基于Tointhorner模型构造的 第二个动态 是 我们正在进入自监督 人工智能学习时代 这里有一句话想跟大家分享 人工智能从根本上改变了软件 可以制作什么 以及如何制造软件 第三个动态 前些天我们发布了我们最新的Hop架构 这里我们告诉大家 各个公司正在处理和完善它们的数据 制造人工智能软件 成为智能制造商 它们的数据中心正在变成人工智能工厂 第四个动态 我们的机器人系统 我们大家都知道 第一波人工智能是学习感知和推理 比如识别图像 理解语音 推荐视频或购买物品 人工智能的下一波浪潮是机器人技术 未来数字机器人 数字化身以及物理机器人将会感知 规划和行动 就像当年的TEMSIFO和Peter等 人工智能框架 已经成为人工智能软件的组成部分一样 第五个动态 Digital拖音子 数字孪生实际上就是用实时存在的虚拟物 来表证物理实体 数字孪生是一个与物理世界相连的虚拟世界 方能VS创建和模拟基于物理学的 物理准确的虚拟世界的平台 会帮助到大家实现数字完生 方能VS预备物理精确的特点 遵守物理学定律 并且可以在非常宏大的维度上进行 同时我们可以共享 能将设计师 神合者 耐以及机器人连接起来 方能VS一个创建和连接虚拟数字世界的技术平台 大家可以看到这一页的图 非常经典地展示了它实现的过程 左侧就是我们不同的设计师使用不同的软件 在Unover形态上进行设计写作 通过USD技术 可以和中间的Unover最核心的连接器 Lokia进行交互和连接 我们创建的3D的数字世界里 应用了英伟达过去20多年里在爱 图形学 物理学模拟仿真等方向的技术 它可以帮助到大家实现 创建数字3D世界 右侧 大家可以看到如果我们做好的数字世界 可以和现实世界的手机 IPA 工作站 通过LTF-DPU的流式传输技术 以及Unover提供的VR 大等微服务 进行交互和连接 和大家分享一下Unover创建数字化世界的三个应用方向 我们分为N数字人 数字物品 数字栏生 这里每一张照片以及里面做的数字内容 全部都是由Unover完成 并能够通过Unover形态进行完全的数字化 比如Eye的抄写式数字人 拉面管理 同时还有工厂里的数字栏生 环境 比如拉面管理 我们可以做到非常高逼真的拉面 大家看到每一个物品 每一个器具都有它不同的材质 同时我们看到模拟的水的沸腾状态 热气的蒸发状态 甚至一些我们的物体里面的僵肢等这样的模拟 我们创造的数字世界 是基于物理定律 同时保证物理准确的数字世界 所以这就是Unover价值 分享了数字世界创建的例子之后 我想分享给大家 我们更有趣的一个数字栏生创建的整个过程 这个过程可能会和我们未来的生活息息相关 比如我们的无人驾驶和自动驾驶的体验 可以看到车载的AI智慧数字形象 可以帮助到我们未来的乘客进行车载上的互动 自动驾驶以及和生活息息相关的体验 我们让技术融入自动驾驶 让我们非常有科技感的黑科技 进入到这样的设计中 我们可以实现未来非常好的美好生活的期待 总结一下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五大动态 我们可以看到百万的加速 我们TENCIFO模型的重要性 我们的客户正在将数据中心 打造成属于他们各自的AI工厂 未来我们可以有自主移动的机器人系统 同时我们还有Digital Twin这样的技术 可以和AI结合 希望我的这些分享可以让大家看到 科技赋予不同行业应用的各类的趋势 最后也和大家分享 英伟达在不同的技术层级上的服务 这里展示了四个A 第一层是硬件层 可以提供更多的硬件的解决方案 为算力需求提供支持 第二层是系统和软件层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有RTX Q GASIC物理模拟等等系统层 同时我们还有其他的像Doken AX等一系列的系统和软件工具层 工具给大家支撑更好的应用 上面的平台层 有FOR超级计算的APC FORIAD 我们还有NNR所有样的平台 可以帮助到大家服务在不同的应用 最上面的应用层和框架层 有数字栏生的Modules 还有服务医疗的Core 还有和语音相关的Rever平台 会议相关系统的Maxim 推荐系统Murlid 数字智慧虚拟形象制作平台 自动驾驶的Dwell平台 以及业机器人模拟仿真的 还有城市感知的Metropolis等等 这些应用和框架 都可以帮助到大家 在不同的行业实现不同的应用 落地的可能 所以我希望我们的用户 和我们一起走向更好的 落地的新技术赋能的应用中 最后我希望大家和我们一起 创建模拟及体验 未来美好的数字化世界 微闭交易市场 Garden Intelligence 一家世界性的研究和咨询机构 它预计到2030年 区块链能 微闭交易市场 Garden Intelligence 一家世界性的研究和咨询机构 它预计到2030年 区块链能缔造的新业务规模 将达到3.1亿美元左右 其中三分之一将在2025天前 透过应用实现 责任编辑以区块链的 或者说动箭大篇幅 以不同的试点 将区块链的产业发展过程 分割为几个期 为什么他们要专门针对 写一则该文 来分析区块链的产业发展期 其核心理念目标 是协助当前或期望进入 区块链业的区块链从业者 和那些期望借助于区块链控制技术 来明显改善其所处金融行业 产业发展情况的朋友们 介绍区块链控制技术 目前和今后所处的期 和今后的产业发展方向 互联网上盛行一句话叫做 不是即使看见了才坚信 而是即使坚信才看见 前这段话是故事情节 后这段话事关事件 二则在修为上肯定有区别 在这里他们就不再 古脑认识论的神学差异 地区链产业发展的高价道路 也绝非一蹴而就 他们只要尽量介绍 控制技术产业发展的规律性 并具有一定的逻辑思维能力 实际上就无从推断区块链 今后产业发展的几率 下一步棋 他们将先进经验 Garton三位总裁 David Furan和Chris Offler出版 发行的区块链的 或者说商业机会 那歌中的看法 来说明区块链的产业发展 将历经什么样机 为我们富尔县 理清路子 并协助我们思索 今后在金融行业赛车场上 能透过区块链控制技术 做什么 饰演什么配角 对于那些妻 她们还必须反反复复地 多讲一讲 区块链控制技术产业发展的 五个最核心理念的基本要素 为什么要多讲这五个基本要素 原因是那些基本要素的 女团和利用将决定 区块链控制技术产业发展的各系 新闻报道榜单一 全球各国区块链 数字货币等政策汇总 二斯坦福大学终身教授张首胜 区块链最核心理念的理念 必然是迈回Pros三人民日报 让金融行业协会走上前台 四红门发布红币白皮书 首发价格一美元 谁敢杂盘 五区块链热潮响 把帖坐不住了 百度上线首个区块链应用来此狗 SXDC 六七主席首提区块链 蕴含区块链强国战略 其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 和社会产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 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八区块链为什么上升为 国家战略控制技术的原因解析 九区块链在国家治理 与公共事务中的现实应用 CT 102019年是区块链金融行业 跌宕起伏的一年 那怎么买 本站声明 网站内容来源于网络 如有侵权 请联系我们 我们将及时删除 2021年月底 原因和系基本概念火热出圈 成为全球网络和信息技术行业青睐的基本概念 今年全国政协会议 民盟中央 2021年月底 原英和系基本概念火热出圈 成为全球网络和信息技术行业青睐的基本概念 今年全国政协会议 民盟中央常务委员 久远英海副董事长李强也增添有官员英和系的决议案 原英和系基本概念源于侦探小数 被称作第三代网络 随着第三代信息技术的产业发展 原英和系已经开始从基本概念迈向现实生活 李强说黄金时代文摘记者 原英和系囊括位数双胞胎 VR增强现实生活 5G 云计算 人工智慧 大数据 区块链等数项高信息技术 不但能快速各个领域的网络化民主化 助推有关信息技术产业产业发展的大力推进 最关键性能攻占今后网络世界的股地和定价权 这一刀都有二查显示 目前 胡云二有关民营企业超1.9汇康 2021年追加注册登记民营企业数目最多 达至4800架 增长速度达至34.54% 从设立时间来看 设立于1到5年的民营企业占比最低 达至77% 许多卫星城也大力推进 支入探讨原银河系产业产业发展的产业发展总体规划 比如 上海提出要强化原银河系下层关键性技术基础能力的全面性原制 惠阳 重庆 乌湖等地均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积极主动回应 积极主动主动强占市场原银河系今后赛车场 北京 广州 江苏也回应已经开始积极主动探索了料发动机 上班下 轻工业XO等有关产业产业发展的权力知识政策 李强认为 原银河系作为新经济事务 更需要政府带头示范 引导 使其从发任之初就走上赋能实体产业产业发展 壮大位数经济的道路 为中国抢占市场今后信息技术的前沿阵地打下基础 柠檬中央常务委员九远银海副董事长李强 由政府主导打造原银河系中国位数经济体 形成虚实融合沉浸交互 拥有完备规范体系的新型社会关系平台李强表示 他进一步称 原银河系位数经济体是前沿未知领域 没有标准成熟的案例可寻 建议尽快组织信息技术 经济 法律 社会等方面专家对打造原银河系位数经济体的必要性 可行性进行充分论证 形成顶层设计总体规划 进而明确建设总目标和阶段目标 细化建设内容 建设步骤 管理体系 资源保障等方面工作 李强建议 明确牵头和监管部门 整体立项 分期分层推进原银河系中国 原银河系卫星城及其他增强现实生活 VR等项目建设 李强提出 原银河系中国位数经济体不但是技术平台 也是面向市民 有客 民营企业的复杂开放经济体系 需要建立适合虚拟位数经济的民事经济法律制度 他建议 同步积极主动探索建立位数资产居权 交易 隐私保护等方面的配套法规 打造制度样板 规范虚拟位数经济的运行 新闻排行榜一全球各国区块链 位数货币等政策汇总 二斯坦福大学终身教授张首胜 区块链最核心的理念 必然是 MMI不一图243人民日报 让行业协会走上前台 四鸿门发布红币白皮书首发价格1美元 谁敢杂盘 五区块链热潮响 巴蒂也坐不住了百度上线首个区块链应用来辞狗 六区主席首提区块链 蕴含区块链强国战略 其中共中央有关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产业发展 第十四个五年总体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八区块链为什么上升为国家战略技术的原因 九区块链在国家治理于公共事务中的现实生活应用 102019年是区块链行业跌宕起伏的一年 前景在哪里 诸多公司入居压绘画背后 是XC作为一种全新的内容生产方式 前例正在被更多人看到 据投资机构雷16G的说法 内容生态的发展可分为四个阶段 专家生成内容PGC用户生成内容UGCF辅助生产内容 和I生成内容 目前的内容生产领域 一二阶段为主 第三阶段为辅 国泰均安研报预计 未来五年 或有10%到30%的图片内容由I参与生成 相应的市场规模或将达到600亿元以上 如果考虑到下一代互联网对内容需求的迅速提升 这个数据将更为可观 在目前C端用户付费动机不强 变现能力较弱的前提下 市场普遍认为安慧化的机会在弊端 这商证券在研报中称 如若弊端能挖掘出较为可行的商业模型 用户付费的可能性和水平相对更高 因为广告公司的客户经理告诉雪宝才精神 虽然目前安慧化还无法独立生成成成熟的内容 但可以大大节省从创意到初稿之间的工作时间 迅速生成多种风格的概念 节省提案前的人力和时间成本 客户确认风格后 再由专业的设计师进一步优化 时尚巴刹36周年纪念安海报 来源设计师栗米桃微博 600元的调研也在佐证安慧化对于内容生产的辅助作用 数据显示 使用安慧化的除美术和设计工作者外 还有比例不小的互联网 广告和新媒体行业从业者 从这一角度来说 来源绘画使得XC为更多人所知 但作为AI进程中的一块重要拼图 它更大的意义不在于颠覆艺术 而是实现内容生产方式的升级跨越 这商证券言报认为 中短期维度上 XC加3D是丰富游戏 影视 VR等数字内容 降低制作成本的有力工具 不过想到达前景无限的彼岸 需要的是上千万美金的研发和维护成本 据多家媒体报道 初创公司Subility AI的运营和云计算支出 早已超过5000万美元 后期的算法优化和数据积累 还将继续推高公司的各项开支 而直到目前为止 入居者们还没有找到明确的盈利模式 仅仅依靠少部分用户购买额度 能赚到的真金白银少得可怜 就在诸多大厂重金压住新战场之际 第一批阵亡者已经出现 2022年12月28日 雷尔绘画公司司阿开在围点上发帖称 当前的司阿开平台将正式关闭 用户订阅计划将被取消 并根据账户剩余时间进行退款 创始人丹尼Postman在公开信中称 运营一家司阿开这样的AI创业公司成本高昂 但目前的付费用户群无法覆盖这些成本费用 所以我们不得不做出改变丹尼称 斯阿开会在2023年的第一季度推出全新的平台 但在2022年9月 斯阿开才刚刚开通推特 对于一家初创公司来说 短短四个月就不得不重整旗鼓 也为其他逃金者敲醒了警州 流水一般的开支就像倒计时 不是所有人都能跑到终点 文中零号为化名 Kelvin认为CKRoller是假的 但我认为任何8220 Roll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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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是真的 至少现在不是 那么我们如何使他们成为真正的Roller 目前的Roller基本上都是虚信任且虚许可的 来源L2Beat 在本文中 我会对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概述 强制交易打包机制 即便出现RollerRoller 运营者审查用户的情况 用户也应该能够强制打包其交易 以实现抗审查 RR定序器础中心化 科科选本地共识单一型定序器포 PASS领导者选举 PASS共识 Mile拍卖 基于基础层的Roller Poll等等 共享定序器和跨链原子性 这是真正有趣和完全新的东西 那样和捕获设计 我将简要地介绍 FCFS引导新服务的一些变化 对于加密的交易值 你可以参考我最近的帖子 许多其他提高 Bowler攀权性的要求 将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内 比如减少升级密钥的权利 实现强健的 和无需许可的证明 等等 Bowler的工作原理 智能合约BowlerSEO 首先 简单复习一下SEO的工作原理 这是我们当前在以太坊上常见的 Goler 从高层次来说 一个SCR基本上包括 一 一批有序的输入数组 在LE上 所以交易数据必须在导层发布 二 Rollup节点软件 在它们上面运行的代码 三 对这些输入运行函数 产生的确定性输出 Rollup区块链 CR How Rollup Actually Work are 211 Telpen Flicker 更具体地说 传统的定据器 通过向其在LE的智能合约 发布Rollup区块的状态 更合靠Data最终以 Data Board的形式 来对Rollup区块 生成成怒 新的区块不断扩展 Rollup对区块头 脸上合约运行一个Rollup的 轻可护端 将其区块头的哈希值 保存起来 在收到有效性证明后 或在欺诈证明窗口期过后 该智能合约就会敲定结算 如果一个未被敲定的O区块无效 它以及所有后续的区块 会因为欺诈证明对提交而被回滚 最后成为孤快 证明帮助保护桥接 交易Bitch提交应该需要应用某种类型的保证金 押金规则 以抑制恶意行为的发生 例如 当一个欺诈性的Bitch提交了 机无效的状态根 押金将被销毁 并按某种比例分给欺诈挑战者 CR具有合并的共识8211 即可在链上验证的共识协议 Rollup协议可以完全在L1智能合约中运行 它不影响主链的任意共识规则 也不需要这些规则的支持 去中心化共识协议 通常包括四个主要特征 注意 以下是一个非常简化的版本 并没有完全列出共识协议的各种类型 比如无领导协议 1 区块有效性函数8211 状态转换函数 区块有效性在链下执行 然后通过有效性证明或者欺诈证明机制 来证明其有效性 2 分叉选择规则8211 如何在两条原本有效的链之间选择 Rollup旨在从构造上实现无分叉 所以不严格要求有一个复杂的分叉选择规则 3 领导者选举算法8211 选出一位领导者 他可以通过添加新区块以扩展链头 从而使区块链不断延伸 4 抗女巫机制8211 Po PoS等 可以认为一合二已经实现了 那么对于去中心化一个定居器的最低要求 便是某种形式的 抗女巫攻击加领导者选局 PoS一直都是这个阵营的支持者 他们认为PoS不应该用于 扰了中的完全共识协议及扰了印证者 定序者将对区块进行投票 应该只用于扰了中的领导者选举